周六的上午 我顶着蓝色雨景的大风 进入了电影院 看完了熊市少年 在全场只有五六个人的观影三场后 坐在我后排 一直替我靠以后背的小男孩 勿了他妈妈一句 为什么他夺冠了还要去打工 就直接给我整破房了呀 近些年的国产动画电影 似乎真的开始走进了一个怪圈子 从大善归来火了之后 都在疯狂地投入大笔大笔的资金 去做神话改编 资本市场似乎就只盯准一块肥肉好 也不管这块肉到底肥不肥 总归是先抢到一口 放锅里反复炸 炸到最后致癌物质了才肯丢腰 或许是想要打破 这动画制作公司一窝蜂 做神话电影的现状吧 北京精彩拿着他的剧本和钱 进入了动画电影的市场 第一炮打的就是这 中国首部现实题材 原创动画电影 熊市少年 作为一个动画区的UP 我首先关注的肯定是 动画制作的技术水平 在这个方面熊市的水平 还是相当可以的 在动画中把武士字的动作做好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动画不同于真人 要做的好看 需要更夸张的动作 还要兼顾各种物理效果 再加上武士本人是两人一组 师头师身符 盖大量的布料和零碎 还能处理起来又流畅又好看 这是本事啊 还有这片子的渲染和灯光是真的绝 角色被打之后 充血部位的光泽感 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男主出去打工后 练出来的肌肉 也做的很有美感 可以说是目前我见过的 展现出来的最好的 中国动画电影技术 尤其是镜头语言 更是强烈到 我想给导演摇旗呐喊的地步 无论是男主第一次戴上狮子头 以第一视角 展现狮子头内部的景色 还是男主在打工时 落魄和逆镜中 依旧坚持练习的画面 都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镜头展示 一句台词都没有 仅用镜头和光影 就展现出了角色内心活动的变化 可以说这个镜头语言和调读水平 你放到真人电影里 这是2021年里最强的一档 说完了技术和画面的表现部分 接下来就要来谈谈 影片的剧情内核了 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观众 眼灵段是多少 但作为我这样90后的人 看到这片子的第一反应 一定是周星驰的味太冲了 我翻了很多影片中的文章和视频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几个人提到这一点 影片中不仅有着大量 周星驰电影桥段的复刻 甚至几个主要角色 我都能无缝和新铁电影里的 御用配角联系起的 阿狗是林子聪 阿猫是八两斤 咸鱼强是吴梦丹 你把阿娟从新女郎里面随便挑一个吧 张敏张曼玉 张柏芝出其中一体黄身一刀行 尤其是你要是看过少林足球 甚至可以直接脑补出整个剧情 那肯定有人会出来反驳我 说哪怕用了很多新铁的段子 但是片子明明和新铁的一点都不像 确实 本片最大的问题也就在这里 那就是导演想要的实在是太多了 整个作品就是一个大杂会 片子里缝合的梗更是多如牛毛 从师父师母的阿珍爱上了阿祥 到结尾的我大意了没有闪 音乐里甚至都主动的提示说 不要走后没有彩蛋 可见导演的表演语确实旺盛 我前面说了他用了很多新铁的段子 但导演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新铁的选角那都不是乱选的 周氏喜剧需要这样的演员 是因为需要讲一个配套的故事 有一个与之配套的无厘头精神 而《雄师少年》这部作品 在内核上和周氏喜剧 不能说是貌合审理吧 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雄师少年》全篇处于一种让人极度压抑 乃至于最终会产生绝望感的喜剧氛围中 如果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那这片子可以说是真的在敲大悲咒了 导演从头到尾都在给主角加debuff 女儿阿娟给了一个尸头被人踩了 自己好好在家里练武师 爸爸摔了 没有扬眉 没有吐气 有的只是在一场盛道而浪漫的烟花过后 洒落的一地凄凉 如果说大部分喜剧电影是过程悲剧 结局喜剧 那出片子可以说是完全倒过来的 过程喜剧 结局悲剧 男主阿娟突破重重困难 仅学习了几个月时间的武师 其中还有一大半时间 无法跟自己的队友配合 却在临时加入比赛后 完美的跟自己的实伪配合 打败了那些从小就在学 并且营养锻炼都跟得上的武师队 夺得了冠军 人家男主吃不好睡不好 白天搬砖送快递 晚上抽搐他们一点点的时间训练 都比那些一直在训练 还有教练带着的人更加出色 这要么是讽刺的表现 全片中除了男主的队伍 没有任何人真心喜欢武师 否则怎么连一个 没有训练几天的少年都打不过呢 要么就是导演开得刮 实在是太离谱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赋一柄的少年 一个有着中国南派武师 最高荣誉的少年 却在最后没有继续武师 而是回到了上海打工 唯一的改变 是从是广东群租房床底的地板 变成是上海群租房的下部 简直可以说是吧 这句话体现了灵力精致 就算是夺冠又怎么样 也还是一个最底层的班专宰吧 唯一让人觉得有点幸运的是 迎来彼此的消息 让男阿轩的父亲 从植物人的状态醒了 导演和编剧是不是很想说 你爹都不是植物人了 还要什么物质 你配吗 男主想了想 确实 他不配 65年的中国虽然没有发展的那么好吧 但处处都是机遇 男派武师本就是很重要的文化习俗 开业家娶的地方都很喜欢用武师来庆祝 不说别的 在男主父亲植物人期间 他师父和同伴也出去武师赚钱 结果男主在结局里拿了好名字 不仅没有因为国家倡导的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打理发展武师 提高武师人的社会地位 而用武师子改善生活 反而潇洒地放弃了不赚钱的武师子 回归了农民工的大潮中 是想表达什么呢 我不敢想 可能导演觉得 男主一无所有还喊梦想的样子 真的很量宰吧 再说女主的剧情 哦不对 不能说是女主 而应该说是女工具人 用完就丢 阿娟 女阿娟在全剧中的位置尴尬的我想抠脚 从一开始的莫名其妙挑衅装子上的武师队伍 到了邀请了一个完全没有学过武师的成年男主 去参加武师比赛 再到神隐了大半个故事 最后出场是离开了武师队 因为家里说她是个女孩 不适合在武师 她就真的没有在武师了 没有什么旗鼓相当的对手 没有什么领路人 有的只有迫于现实的压力 放弃自己的爱好 回归生活的普通女性 哦对 还有女阿娟 在零几年的时候开着小校车 对比男阿娟为了父亲的医药费 在大雨中送会计的桥段 再一次疯狂打脸 所谓的梦想 在家世面前一文不值 有钱人家的妹子 玩玩武师是消遣 消遣都能拿冠军 说不玩就不玩了 给了你理想 说两句好听的什么 被英雄花砸伤的男人 就应该成为英雄 结果英雄没当成 连30年河东 30年河西都不给机会 更别说拿了名次 国家安排去国外交流会演了 马来西亚都看不上 穷小子捂出来的事子哦 最糟心的莫过于男阿娟 在决赛赛场上 看到女阿娟旁边 那个明显是男友的男人 导演你真的有必要这样折磨人吗 说完女工具人 再说说男工具人啊 说真的男主的两个小伙伴 阿猫阿狗 我都觉得比男主阿娟要有故事 众所周知 武士是一项双人运动 虽然大家都觉得 石头很威风 但实际上 看起来全程弯腰不露面的狮伪 可能比石头更苦更累 因为实际上 如果要配合好石头 狮伪就必须掌握好 石头的全部动作 不然根本不知道 石头下一步要做什么呀 同时因为电影里的 不是陆石子 而是需要上妆的 所以节奏感 也需要比石头更精准 否则石头跨步了 石头没有跨步 就会出现断节奏 无法展现好狮子形态 甚至可能会脱装 让两个人一起受伤 这都是需要视为 也就是阿猫去完成的 在片子里 阿猫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可以随意的在师父 和男阿娟的体重速度之间 自由的切换自己的技巧 根本不需要时间去磨合 在举了一整场的师父之后 体力依旧没有耗尽 直接配合男主上妆强青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任劳任怨被男主拖下水 为了男主的梦想而 拼命努力的天才 却因为长得丑 连动画编剧都不愿意 多给他一些笔墨 只能说 不愧是不需要任何逻辑 只需要爽就行的动画电影 甚至最后还没有软软爽起来 而阿狗的气氛 就算是换个人来演 也没有任何问题 仿佛就是因为 需要有一个打鼓的 所以才有了阿狗 攻去狗本狗了呀 至于师父嘛 在徒弟们第一场比赛的 重要时刻抛下徒弟 回去帮老婆送咸鱼 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用 没能赚短很多钱 不能给妻子好生活 还是他老婆让他滚回去看土地 真的是个既没有勇气 也没有担当的男人呢 导演到底是觉得 钱比勇气和担当 正好到什么地步 才这么刻画师父的呀 全剧唯一的正常人 大概就只有师父的老婆了 这片子从头到尾 都在自相矛盾 一方面让男主又纳断 嘎出三十一丁的 李白诗词大会拜师成功 一方面又散发着一种叫做 贫穷不配有理想的恶臭气氛 所有人都在努力挣扎的 想要出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走出去 这是何等的喜剧 再加上那些浪费时常 没有任何意义的搞笑镜头 就更显得可笑了 导演可能忘了 电影是一门讲究效率的艺术 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场景 都需要有充足的意义 所以很多电影 只要删前几秒钟 就会导致整个叙事结构发生改变 而《雄狮少年》这个片子 一把很多场景删了 对影片本身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全片自始至终 充满着一股居高零下的傲慢 充满着文创工作者 对穷人的生活的状态 猎骑士的观摩和取笑 片中没有交代任何配角的背景 女儿娟在零几年 为什么开了起车 阿娟到底有没有上学 阿娟的父亲 摔伤后工地有没有赔偿 这些都没有讲 完全靠经历过那段时光的我们 靠观众自己去体会 阿娟的爸爸 完全就是一个植物工具人 他的出场和摔伤 就是为了引出所谓的奇迹 这一关键词 这片子当然不会像星野 周星史根本不会这么演 星野喜剧是你看的时候会笑 看完了戏品的时候 才会觉得沉重 而熊士少年 是看的时候都笑不出来 如果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如果说荆棘 是同往玫瑰园的比荆之路 如果说成大使者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那么在经历过苦难 荆棘和困顿之后 是不是应该有着幸福 玫瑰和彩虹呢 不 现实告诉你 不一定会有 但如果连文艺作品都不能疯狂且热烈 连喜剧都不能在结局让人快乐 连动画电影都没有了照亮前路的曙光 那我花钱看你这个片子干什么 买罪售吗 导演在动画电影里 让观众面对现实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去上两天颁体会到的 不比你这个沉重 最后的最后 大家可能会好奇 我为什么不在一开始 就说这片子最饱受争议的部分 也就是角色的咪咪眼和宽眼剧 说真的 当你坐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 角色融入在整个片子中 其实并不会让人感觉很难受 跟电影前后自相矛盾 可对周星驰桥段 马世民排词的缝合 导致的出戏等等这些问题 这真不叫声 因为说了 人要下架我视频 我是真迪宋 这片子就是动画业的天花板 票房不到30亿 就是中国人不懂得欣赏世界美 我这说的大爷 宁可满意 接着文案写了 熊市少年的票房是6500多万 想来打破哪吒的记录是不可能了 只能说如果少点采访 说不定还能给片子加加分吧 我是有话就直说 天下最能干的物妖 记得关注我和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ć